本文作者,五国中,著名中医师,作家谁没有咳嗽过? 咳嗽可大可小,轻微的感冒可能咳嗽,肺炎也可能咳嗽,有的是肝咳,有的则会咳出痰疫,有的甚至还会咳出血来,有的咳嗽持续一阵子自然就好了,而有的咳嗽则会折磨多少年。 咳嗽是典型的肺系统疾病。 清朝著名医家陈修原在,医学三字经,中指出,气上象,咳嗽生肺如中,壮则明。 风寒入,外壮明。 老笋鸡,内壮明。 肺是脏腑之滑盖,它就像一口中,高高地盖着体的其他脏腑。 中可以从外面壮,也可以从里面壮。 当外面的风寒清洗肺脏时,这就好比从外面壮中,会导致急性的咳嗽。 这种咳嗽容易致,只要发发汗,驱逐一下风寒就可以了。 您可以刺激耳穴中的废点,但最好的方法还是按止咳点。 止咳点在手上,手掌上有一个,手背上与致对应的地方还有一个,脚上与手相对应的地方也可以找到咳嗽的高声点。 一般的急性咳嗽,按压双手双脚的这几个点就可以了,五分钟见效。 钟也可以从里面壮。 当体脏腑一旦有病,就会有一股病气往上冲,清洗肺脏,这就好比从里面撞钟,也会导致咳嗽。 所以,皇帝内经,说,五脏六腑都会使咳嗽,但无论是哪种咳嗽,最终都与肺有关。 比如,肾消耗过度的,肾气不足,由此肾的病气会上冲至肺部,导致咳嗽,这叫肾咳,心火旺的,心的病气上冲肺部,这叫心咳,有大怒之下会咳嗽, 这是肾气上冲肺脏,就叫肾咳了。 这些咳嗽都与体质虚弱有关,而且往往是慢性的,如果光致肺,一般都不容易致好。 对于这种咳嗽,按压止咳点当然重要,但还要配上耳穴效果才更好,可以在耳朵上取肺,大肠,交感,肾上线,整等点,这是专门致肺止咳的, 再加上皮,肾,肝等点,这是用来调节其他相关脏腑的。 当然,您还可以加上足三里等血,以增强体质。 如果到了咳血的地步,还要加上鱼记血及其在脚上的相应点。 一般来说,急性的咳嗽,高声点会在少伤,雨季一带冒出来,而慢性的,与其他脏腑相关的咳嗽,高声点则出现于恐罪,只则一带。 另外,处在这条线中间的金局,太渊,则可以通知各种咳嗽,不需要任何辩证。 朋友们在咳嗽的时候可以自己试试,马上您就会折服于他们的巨大威力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